进行比赛 共产生14枚金牌 中国代表团在射击 跳水 柔道 举重项目中 获得了其中的4枚 来看报道 10号中午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郭文俊 以492.3环的总成组 打破了奥运会记录 并为中国代表团得到了 本届奥运会的第三枚金牌 俄罗斯队的帕杰琳娜获得银牌 格鲁吉亚队的萨鲁克巴泽获得铜牌 中国跳水梦之队首次亮相水平方 雅典奥运会女子双人三米板金牌得主 郭晶晶和吴敏霞再次联名出战 她俩配合默契 从第一跳开始就确立了领先优势 最终以领先第二名近20分的成绩 未免冠军 俄罗斯组合和德国组合 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在女子柔道52公斤级决赛中 奥运会未免冠军 33岁的中国选手显宫妹继续出色表现 轻松战胜了朝鲜选手安琴爱 被中国队再填金牌 阿尔基利亚选手苏拉亚哈达德 获得铜牌 在男子举重56公斤级决赛中 中国小将龙青拳获得冠军 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六枚金牌 昨天晚上 中国南兰对阵美国孟八队 面对科比 基德 詹姆斯 安东尼 霍华德首发的孟八队 中国南兰由中锋摇明一个三分球 为全场首开记录 还先后打出了11比11和16比16两次平局 但是最终仍然不敌对手 以70比101输掉了比赛 今天北京奥运赛事进入第三天 全天将产生13枚金牌 金牌项目分布是游泳四枚 射击两枚 举重两枚 柔道两枚 击箭一枚 跳水一枚 射箭一枚 中国代表团将有可能在射击 举重跳水等项目上夺金 截至目前在水立方已经产生了四块金牌 最先开赛的是女子100米迭勇决赛 澳大利亚选手特里科特 以56秒73夺得金牌 美国选手马格努森和澳大利亚选手斯基佩尔 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中国选手周亚菲排名第四倍 成绩是57秒84 在男子100米挖勇决赛中 日本选手北岛康介 以58秒91的成绩 打破世界纪录取得金牌 挪威选手厄恩获得银牌 法国选手迪博斯克夺得铜牌 随后举行的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 英国选手阿德林顿获得金牌 刚刚结束的男子4成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 美国队打破世界纪录获得冠军 在女子100米洋泳半决赛上 金巴布韦选手考文锤打破世界纪录 赛前被各方看好的18岁中国马术选手画天 在11号进行的奥运马术三项赛 越野赛中测齐了约三分钟 在跨越障碍时失误坠马 索性人与马均未受伤 但却痛失继续比赛的资格 10号的比赛 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跳水柔道举重4个项目中 收获了4枚金牌 我们一起来听听几位金牌人物的赛后感言 我觉得我今天的决赛打得很沉稳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很沉稳 而且思想杂念不多 就是主要就是想着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吧 没有对结果有过多的想法跟苛求 我很感谢就是国家对我的培养 然后我也很谢谢我的教练 我的朋友 所有的人对我的关心跟爱护 谢谢大家 第一场比赛嘛 我们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压力 那对于我们来讲就是 也掌握不了别的 只是把自己的动作一个一个 让两个人可以配合得更好 去完成得更好 在这个场合下 我觉得我们今天跳出这样的水平 也是不容易的吧 所以对我们今天表演表示很满意 没有想到最后 结果会怎么样 其实我们就把过程做好就好了 其实我们整个队接下来 还有很多的比赛 希望大家更多的去关注 我们整个中国挑战队 我回去会补偿我之前 没有做到的 是特别对我女儿 因为妈妈一点多没在身边 所以回去会好好补偿 我自己努力得来的 也不是 那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就是奥运会 这种比赛比起来特别的特别有劲 和以往的其他比赛也不一样 其实也没什么不一样 都很有憧憬 有憧憬就最好了 在以后的路上一定 还会像这样 像今天这样 中国选手刘翔日前表示 看好比他小三岁的古巴名将罗伯斯 罗伯斯近年来以惊人速度崛起 2007年他跑出了12秒92的成绩 从此被视为刘翔的头号劲敌 2008年他又跑出12秒87 把刘翔从男子110米篮的世界记录 保持者宝座上拉了下来 10号晚 古巴选手罗伯斯在接受 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面对即将举行的激烈比赛 他心态平静 古巴驻华使馆周日晚上举行仪式 庆祝柔道女选手亚内特贝尔莫伊 夺得古巴代表团第一枚奥运会奖牌 在众多古巴运动员当中 我们见到了110米篮世界记录保持者 达伊隆·罗伯斯 战畔 罗伯斯再次表达了 他对中国人民的敬意 不过罗伯斯没有对即将举行的比赛做任何预测 但是教练认为罗伯斯目前状态上架 人们都在热气期待刘翔和罗伯斯的奥运之赛 现在 再来看最新奖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继续来揭秘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 所采用的高科技手段 看到开幕式演出的观众一定会好奇 庞大的火炬塔是怎样在演出过程中 绕过观众的视线 悄悄爬上鸟巢顶部的 演出的过程当中又使用了怎样的指挥监控系统 在同一时间里 让几千人按照同一指令执行不同的动作呢 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继续来看 藏在开幕式表演之后的高科技手段 随着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胜火的点燃 热火炬在瞬间被世界记住 然而这个看似简洁的热火炬 工程实现却发困难 一支不规则造型的火炬 能否稳稳站立于同样不规则的鸟巢顶部 是摆在专家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鸟巢上面呢 鸟巢上面风和载就比较复杂 因为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曲面 那么整个雕塑呢 火炬又在这个鸟巢上面 那么它在这个风环境下 它火炬本身形状也很复杂 经过反复考虑 火炬塔团队决定借鉴神舟飞船的验证方法 将主火炬送进风洞试验 在模拟的风雨雪天气下 设计团队不断根据测试结果调整火炬构造 最终顺利通过考验运往鸟巢 出于保密考虑 烛火炬藏于鸟巢的外环 开幕式当晚才悄悄亮相 为此一条长11米宽3米多的轨道 被铺上了鸟巢顶部 点火前半小时 一套水平驱动系统把它缓缓拉出 使火炬一半超出鸟巢内环 另一套复合驱动系统 再把它顶起 推到与鸟巢内环垂直的位置 使火炬下端与鸟巢模结构曲线准确对接 开幕式上数万人员同台演出 如何能够保证有效的全场指挥 为解决这一难题 技术专家借鉴了航天发射 实时监控的经验 专门建立了音乐时间码指挥系统 应该说这个软件的研制 改变了我们国家在大型文化活动中的 这种组织指挥模式 尤其这个信息指挥 信息指挥的时候 因为好多岗位要同时工作 同时工作的时候 如果要是通过 通过信道来喊 多个部门同时喊 那根本就听不清 信道里只有一个部门 那你才能听清 在这个系统里 从总指挥总导演 到每一个具体操作人员 面前都有两个屏幕 分别显示音乐时间码 和由此生成的指挥流程信息 每一个操作程序 进入30秒准备时 信号就会由绿色变成红色 进入10秒准备 就开始倒计时 倒领了 来保证 它这个机械 视频播放 烟火 所有的这些部门 整个的机械动作 还有灯光 这些动作的一致和协调 跟音乐的这个揭发要对 此外 开幕式上的信息通讯 等诸多系统 也大量借鉴了航天发射经验 并为核心设备 做了双辈分 保证开幕式演出万无一失 在诸多高科技元素的帮助下 全球40多亿观众看到了四大文明 古丝绸之路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 也看到了现代和激情并存的当代中国影像 在接下来的奥运会闭幕式 藏奥会开闭幕式上 高科技元素还将继续给人们带来惊喜 中央台记者北京报道 这些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可以见到很多为民众指路 或提供场馆信息的城市志愿者 他们有40万人之多 从7月1号开始 他们就开始服务了 将会持续100天 是上岗服务时间最长的一群志愿者 51岁的李贵荣是一位地铁职工 在报纸上看到招募志愿者的消息后 他就赶去报名 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在北京宣武区的一个志愿服务点 他的主要工作是提供应急服务 像李贵荣这样能够参与奥运服务的志愿者 有40万人 这些志愿者分布在北京550个服务点上 每个站点都配有医药箱 防暑热的人丹 货香蒸汽水等 此外各站点还配备了中英文地图 北京百科全书等 他们每天就在这样的蓝亭子里服务8个小时 为人指路提供救急和语言服务 马志远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三年级的学生 他能够用阿拉伯语为人们提供服务 在本次奥运志愿服务中 城市志愿者的服务时间最长 这样的服务要持续100天 没有任何报酬 中午能有一份盒饭 我参与了 我很高兴 因为这是国家的盛事 百年都赶不上 我能赶上 我特别高兴 从北京奥组委的数据来看 城市志愿者的报名人数有207万 最后从每五个人中选出一位志愿者 他们主要来自社区 企业 政府机关和学校 尽管不少市民没有成为志愿者 但是他们仍然用各种方式来支持奥运 72岁的赵大爷就用自己的歌声来慰问志愿人员 你永远都幸福是我最大的亲缘 奥运一召开我心情特别快乐 我想给他们做点 帮他们做一些服务工作 比如说宣传 或者说是维持点秩序什么的 在北京奥运赛事火热进行的同时 赛场外的普通中国民众 也在火热地传唱着奥运歌曲 自拍奥运MPV一时成为时尚 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报道 北京欢迎你 我家大门常打开 开欢容那天地 岁月绽放青春笑容 迎接这个日期 北京欢迎你 这是一首非常流行的奥运会的歌曲 那么现在有很多非常热情的民众 都把它改编成了各种不同的版本 比如说有北京通州区版等等 我现在呢 就是在通州区一个小型的录音棚里 而通州版的北京欢迎你 就是在这里用了四个晚上的时间 一共花了二十多个小时录制完成的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 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 我们欢迎你 北京欢迎你 为你开天皮地 这首MTV是北京通州区的网友 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 可以说是奥运歌曲 北京欢迎你最新的版本 看了一个平民版的这个 草根版 草根版 你叫做草根版是吧 对 你是导演 对 最初怎么想象的 最初是开始就是 大家在网上先发一个 就是一个主机片 然后就是说 大家有没有愿意参加 就是录首歌的 开始是没想拍MV 先是录歌 但他录歌之后效果不错 然后逐步逐步就开拍主MV了 因为毕竟是我们靠热情 并不是专业的歌手 有没有跑调的什么的这个 有 有 谁跑你跑调吗 我不跑调 其中有一个歌手 他一句话录了大概有一个小时 是吧 用普普通通的手持TV拍摄 素面朝天的网友 客串了一把明星来出镜 为了这首MTV 三十位网友AA制各自掏腰包 这钱却花得自得其乐 天大几大都是朋友情 不用客气 欢迎事情来笑意 只为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 像音乐看动你 让我们的自由去超越自己 北京也是第一次申请到奥运 也是第一次举办奥运 所以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北京人 或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来说 对 还有北漂 然后我们觉得 大家走到一起 就应该为这个事情 为这个奥运 宣传一下 因为也表现一下我们这些 平民百姓们对奥运的一种喜爱 就是这样 说晚大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力量 我们只能是做一些 我们能力所能及的东西 北京通舟网友的MTV 只是奥运歌曲众多的民间版本之一 在这首合泽版的北京欢迎你里 山东合泽的大爷大妈们 也有板有眼地当起了 北京奥运的东道主 传唱奥运歌曲 成就了大家参与奥运的一段记忆 民间的奥运歌曲 连北京欢迎你的曲作者 北京人小柯 都有些出乎意料 当我们做出来的 创作出来的东西 能够被大家认可 而且能被大家 这么消化 什么叫消化 就是传唱 就是真的拿出来 自己去做的 我心中的那种 喜悦和自豪 是真是难以言表的 其实这些日子 从看到很多人翻唱 听到这个消息 尤其是有一天早晨 朋友给我打个电话说 何泽老人 老人版的出现的时候 我兴奋的 几乎像我十几年前 写了第一首 流传的歌那么高兴 小柯的这曲 北京欢迎你 现在已经被演绎成了 多种版本 虽然唱法并不是 特别的专业 但是其间蕴含的情感 是淳朴的真挚的 这也是向世界发出的邀请 北京欢迎你 北京加油 作为七年前 北京成功深奥的地点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与北京奥运会 有着特殊的渊源 从8号开始 莫斯科著名的胜利广场 举行为期三天的 中国传统文化联欢节 庆祝北京奥运会开幕 这次活动得到了 莫斯科市文化部门的 大力支持 广场上悬挂着 一排排红灯笼 烘托出喜气洋洋的 节日气氛 看着这些中国味 十足的水墨画 竟然是出自一位 俄罗斯妇女之手 精湛的记忆 着实令人赞叹 而这位俄罗斯的 中国通 手里拿着小册子 专门为前来参加 文化节的俄罗斯人 书写他们名字的 中文语名 一些喜爱 中国茶艺的俄罗斯人 还在现场 进行茶道表演 文香品茶 文化节上还展卖 年画筹散等中国工艺品 中国小吃也大受欢迎 热闹的场面 犹如一场热闹的 中国庙会 在这里我们切身感受到了 俄罗斯人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热闹 同时也听到了 他们对北京 九亿大受欢迎 正在看到 美丽的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 非常美丽的 感觉非常非常 若非常有品 我特别喜欢 并非尽唯三 是作坞的 比较 一直的 原来是作坞的 在里面 当它们拥出了 影响了 我头看 别人还被哭了 这位 这位像是 这位感觉 有感觉 美丽的 北京且 比较 在 erste 我感到很幸运 我感到很幸运 海鱼点一点 凉拌点一点 火锅点一点 海天海鲜酱油 点一点鲜上鲜 海天 给品味非凡的男人 西卢尔南庄 每一天我们为人类的 电力需求而创造 为巨轮远航而创造 为千百万人的便捷交通而创造 与创造者共创未来 上海电器 上高人为风 红卡集团 走进春城昆明 月尽人间春色 老家 美丽乡村 梦里老家 江西 雾园 渤海之宾 移居港口之城 现代工业兴趣 辽宁引口 沿海产业基地 这是不间断的契约 来自十三亿人共同的心愿 这是希望每个人 都能够沐浴到了福气 人人都能披挂的荣誉 这是我们的祝福 我对诚恳的期盼 期待我们的热明台精彩 奥米家23级奥运会 正式计时 我曾是全国青年篮球联赛的扣篮冠军 参加奥运会是我的梦想 失去光明 不代表失去前进的方向 看不见五星红旗升起 但我一定要听到国歌 在赛场上回荡 我要超越的不仅是身体 更是自己的意志 权力以赴 无论是哪个赛场 我都不会放弃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欢迎大家收看奥运中国特别节目 今天奥运会比赛进入第三天 将决出13块金牌 目前各项赛事正在展开 上午游泳和射击 已经决出了5块金牌 下面呢 首先我们还是请主持人 王士林和特约体育评论员张璐 来为大家梳理今天的赛事看点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这个奥运看点 今天可以大家看到 我们这个桌子上好像材料准备的越来越多 因为现在呢 赛事是越来越密集了 可说的也特别多 不过呢 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下今天的赛况 最先开赛的是女子100米迭勇决赛 澳大利亚选手特利克特 以56秒73夺得金牌 美国选手马格努森和澳大利亚选手斯基佩尔 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中国选手周亚菲排名第四倍 成绩是57秒84 在男子100米挖泳决赛中 日本选手北岛康介 以58秒91的成绩 打破世界纪录取得金牌 挪威选手厄恩获得银牌 法国选手迪博斯克夺得铜牌 随后举行的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 英国选手阿德林顿获得金牌 刚刚结束的男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 美国队打破世界纪录获得冠军 在女子100米杨勇半决赛上 金巴不韦选手考文锤 打破世界纪录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 今天赛况的情况和一些看点 张志导 今天上午啊 咱们其实每天的工作 都是为了中午的节目 就是看比赛 今天上午咱们也是在 一直在关注这个赛事 尤其是在游泳的这个水利方 没错 哎呦 我觉得今天 那个打破世界纪录 好像有点疯狂 对 疯狂 是不是 对对对 有这种感觉 连破三项世界纪录录 看到咱们都有点兴奋不已 对 这个我就说啊 这个历届奥运会 大家看点是什么 谁夺金是吧 谁金牌这大户 这个是一个看点 但是并不一定是全世界的看点 实际上全世界看你 这届奥运会成功不成功 水平高博 看什么 要看你破多少 世界纪录 是吧 奥运纪录 包括世界青年纪录 什么欧洲纪录 亚洲纪录 这个反映的是你 这届奥运会的竞技水平的一个层次 那么也反映什么呢 各国运动员对这届奥运会的投入 他投入都多准备充分 那破纪录的这个就多 另外一点也反映你这届奥运的 你的硬件水平 软件水平 包括环境水平 包括观众氛围等等 它是一个整体的这种高水平 才能促成运动员发挥出高水平 所以我觉得这一届从开始的势头 咱们这两天来已经破了八项世界纪录 那么这个我觉得是特别令人欣喜的 也是特别值得今后大家继续关注的 我们不但要关注金牌 不但要关注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们还要关注能破多少项世界纪录 我记得国际奥委会的一位官员曾经说过 他说北京奥运会最终肯定是一届独一无二的奥运会 那么怎么能成为独一无二的 有特色高水平的呢 那就说在将来再举行奥运会的时候 说这项记录是在北京奥运会上破口 他就说北京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刻在奥运会的记录中了 没错 所以就是说你说这个非常 就是世界纪录它的涵盖就不是你一个国家 而是世界大家都在关注 同时它不是只是这一届 这一个瞬间 它要涵盖你说历史 它要进入历史的 对 您看这个从10号开始 昨天就五项破了 一起去台湾结婚吧 一个高品质的按摩 能够让我在喧哗过后 补赏一份 所以自己的名字可以放手 选择荣态 选择高品质的生活 选择荣态 选择更健康的生活 荣态 赛上古城 大好河山 清爽一下 河北张家口旅游 各位观众 现在向您报告新闻 我们首先来看奥运消息 中国选手陈彦青 获得了北京奥运会女子举重58公斤级的冠军 再次打破了停举及总成绩奥运会记录 成功未免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北京奥运会男子双人10米跳台跳水的决赛当中 中国选手林月火亮 以468.18分获得了冠军 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奥运会上取得的第二枚金牌 德国组合获得亚军 俄罗斯组合获得了铜牌 中国选手在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北京奥运会 男子射箭团体比赛的铜牌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另外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北京奥运会射击女子飞蝶多项比赛当中 芬兰选手梅凯莱获得了冠军 这是芬兰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 斯洛伐克选手史特费采科娃获得了银牌 美国选手科利获得了铜牌 我们再来看印度 印度的枪手宾德拉 在今天进行的北京奥运会男子气不枪的比赛当中 以700.5环的成绩为印度夺得了奥运历史上的第一个个人金牌 再来看 中国女子沙滩排球组合田家王杰 在今天举行的一场比赛当中 击败了比利时组合已经进入到了16强 这对中国组合将在13号跟挪威组合相遇 他们表示将会争取努力来再胜一场取得小组第一的成绩 中国沙牌奥运会的最好名次是第九名 是由田家跟当时的搭档王妃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创造的 北京奥运会女子花剑个人赛今天在位于国家会议中心的基建馆举行 中国选手张磊和苏婉文在16强的淘汰赛当中都富于对手 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孙超则在32强战中告负 中国选手刘翔日前表示他看好比他小三岁的古巴名将罗伯斯 罗伯斯近年来以惊人的速度崛起 2007年他跑出了12秒92的成绩 从此被视为刘翔的头号劲敌 2008年他又跑出了12秒87 把刘翔从男子110米兰的世界记录保持者的宝座上拉了下来 昨天晚上古巴选手罗伯斯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面对即将举行的激烈的比赛他心态平静 古巴驻华使馆周日晚上举行仪式 庆祝柔道女选手亚内特·贝尔·莫伊 夺得古巴代表团第一枚奥运会奖牌 在众多古巴运动员当中 我们见到了110米兰世界记录保持者达伊隆·罗伯斯 罗伯斯再次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敬意 不过罗伯斯没有对即将举行的比赛做任何预测 但是教练认为罗伯斯目前状态上下 人们都在热气期待刘翔和罗伯斯的奥运之赛 随着奥运会精彩比赛的进行 一场中国热正在巴西升温 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和巴西圣保罗体育局 在北京奥运期间推出了北京之家活动 为巴西民众提供了近距离接触和感受中国文化的机会 走进北京之家迎面而来的是浓浓的中国味道 醒目的夫娃 中国艺和随处可见 正在播放奥运赛事的大屏幕 使你走到哪里都不会错过精彩的比赛 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项目 喜欢运动的可以在乒乓球上一展身手 喜欢安静的可以在中国老师的带领下 体会太极拳的魅力 北京之家还举办了剪纸和汉语学习班 以及各类的武术竞赛 场上正在表演的是从小迷恋中国功夫的达马西奥 一套八卦掌物的精彩 场下观众看得认真 裁判也给出了高分 北京之家由中国驻巴西使馆 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和圣保罗体育局主办 时间从8月8号到24号与北京奥运同步 主办方希望借此提供给巴西民众 一个24小时不间断 免费观看北京奥运赛事的场所 一个近距离接触和感受中国文化的机会 今天我们继续揭秘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所采用的高科技手段 看了开幕式演出的观众一定会好奇 庞大的火炬塔是怎样在演出的过程当中绕过观众的视线 悄悄地爬上了鸟巢的顶部 演出过程中又使用了怎样的指挥监控系统 在同一时间里让几千人按照同一指令执行不同的动作 一起来看 随着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火的点燃 竹火炬在瞬间被世界记住 然而这个看似简洁的竹火炬工程实现却会困难 一支不规则造型的火炬 能否稳稳站立于同样不规则的鸟巢顶部 是摆在专家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鸟巢上面呢 鸟巢上面风格在比较复杂 因为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 那么整个雕塑火炬又在这个鸟巢上面 那么它在这个风环境下 它火炬本身形状也很复杂 经过反复考虑 火炬塔团队决定借鉴神舟飞船的验证方法 将竹火炬送进风洞试验 在模拟的风雨雪天气下 设计团队不断根据测试结果调整火炬构造 最终顺利通过考验运往鸟巢 出于保密考虑 竹火炬藏于鸟巢的外环 开幕式当晚才悄悄亮相 为此一条长11米宽3米多的轨道 被铺上了鸟巢顶部 点火前半小时 一套水平驱动系统把它缓缓拉出 施火炬一半超出鸟巢内环 另一套复合驱动系统 再把它顶起 推到与鸟巢内环垂直的位置 施火炬下端 与鸟巢膜结构曲线准确对接 开幕式上数万人员同台演出 如何能够保证有效的全场指挥 为解决这一难题 技术专家借鉴了航天发射 实时监控的经验 专门建立了音乐时间码指挥系统 应该说这个软件的研制 改变了我们国家在大型文化活动中的 这种组织指挥模式 尤其这个信息指挥 信息指挥的时候 因为好多岗位要同时工作 同时工作的时候 如果要是通过 广通过信道来喊 多个部门同时喊 那根本就听不清 信道里只有一个部门 那你才能听清 在这个系统里从总指挥总导演 到每一个具体操作人员 面前都有两个屏幕 分别显示音乐时间码 和由此生成的指挥流程信息 每一个操作程序 进入30秒准备时 信号就会由绿色变成红色 进入10秒准备 就开始倒计时 倒领了 来保证 它这个机械 视频播放 烟火 所有的这些部门 整个的机械动作 还有灯光 这些动作的一致和协调 跟音乐的这个揭发要对 此外 开幕式上的信息通讯等诸多系统 也大量借鉴了航天发射经验 并为核心设备做了双辈分 保证开幕式演出万无一失 在诸多高科技元素的帮助下 全球40多亿观众 看到了四大文明 古丝绸之路 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 也看到了现代和激情并存的 当代中国影像 在接下来的奥运会闭幕式 残奥会开闭幕式上 高科技元素还将继续给人们带来惊喜 中央台记者北京报道 这些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可以见到很多为民众指路 或者是提供场馆信息的城市志愿者 他们有40万人之多 从7月1号 他们就开始服务 将上港100天 是在港服务时间最长的一群志愿者 51岁的李贵荣是一位地铁职工 在报纸上看到招募志愿者的消息后 他就赶去报名 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在北京宣武区的一个志愿服务点 他的主要工作是提供应急服务 像李贵荣这样能够参与奥运服务的志愿者 有40万人 这些志愿者分布在北京550个服务点上 每个站点都配有医药箱 防暑热的人丹 货香正气水等 此外各站点还配备了中英文地图 北京百科全书等 他们每天就在这样的蓝亭子里 服务八个小时 为人指路提供救急和语言服务 马志远是中国伊斯兰教 经学院三年级的学生 他能够用阿拉伯语 为人们提供服务 在本次奥运志愿服务中 城市志愿者的服务时间最长 这样的服务要持续100天 没有任何报酬 中午能有一份盒饭 我参与了我很高兴 因为这是国家盛事 百年都赶不上 我能赶上我特别高兴 从北京澳组委的数据来看 城市志愿者的报名人数 有207万 最后从每五个人中 选出一位志愿者 他们主要来自社区 企业 政府机关和学校 尽管不少市民 没有成为志愿者 但是他们仍然用各种方式 来支持奥运 72岁的赵大爷 就用自己的歌声 来慰问志愿人员 你永远都幸福是 我最大的情愿 奥运一召开 我心情特别快乐 我想给他们做点 帮他们做些服务工作吧 比如说宣传 或者说是 维持点秩序什么的 中国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 我们今天的中国文艺 我是白话 乒乓球在我们中国 素有国球之称 在1988年的时候 第24届奥运会上 乒乓球被正式列为了 比赛项目 那么在本届奥运会上 乒乓球将会产生 四枚金牌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和乒乓球有关 谁不知道你外号啊 叫老贴 老贴怎样成为名人的烦恼 就跟银行门口那狮子似的 狮子能否保守宿舍里的秘密 无限精彩 尽在中国文艺 老贴 乒乓 Heights 빠�ğin 老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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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nal 老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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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老贴 老贴 就是陈兴华 那怎么回事 我们俩朋友我们俩 我们同学 你想想一块长大 是得了吧这 谁呢行吧 谁不知道你外号啊 叫老天 谁的名声呢 你贴谁 见人的名声满顺的砍大山 招摇撞骗 老天 对对对 现在就有那么一种人 借着名人开刀自己 我们介绍有个小伙子 搞对像怕女方不同意 更说他爸爸呀 是音乐家聂尔 老面对平时的顺带兄弟 但是你打听啊 他姓风 他叫风拱 跟他一样 照你这么一说 我跟风拱一样 差不多 就是冲你们俩这话 我跟阿花聊会儿 聊会儿 我让你们看看 亲眼看看我们俩什么关系 你跟陈希花聊一聊 当然是就从这话 我聊会儿 我告诉你好 我们俩认识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你不信我们俩聊会儿 哎 哎 阿华 你好啊 我说怎么两天没见 那小一号呢 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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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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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吗 好好想想 你瞧你这人怎么这样 你看 你好好想想去年夏天 在西单 西单 想起来没有 哎呦 你说咱们还老朋友 西单呢 咱俩一块追过汽车呀 不贴 完了贴不上了 贴不上了 没关系 我知道怎么贴他 我先捧他 对不对 我 我给他献花 我就说 阿华 你当了世界冠军呢 你就是 宇宙飞来的一颗巨星 光辉灿烂 照亮乾坤 你就是76年出现一次的 我扫兴了你 不管怎么说 我先给他献花 他不能不理我 阿华 我给你献花来了 你好 你得了世界冠军了 这不仅仅是你的骄傲 也是我的光荣 我告诉你 哎 谁带着照相机 给我们照张相 快点 给我们照张相 谁给我快点 给我们照张相 快点 你不要握住 我手是表示轻 我打球 打球吗 我陪你练 你忘了 小时候咱俩一块打球了 我陪你练 这就接上了 咱俩 死亡 看 我来 看看 你 不要 是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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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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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了不起你 你不知道当一回世界冠军吧你 当这么些人你寒扯我干什么 上回我是委屈 我告诉你我要去没你什么事 是不是 你没见过这样的人 当这么些人给人下不拉台 你帮我赢了你多光荣是不是 像你这样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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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他这 太过我朋友了 是不是就得一回世界冠军干什么呀 就当这么些人寒扯我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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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贴了那么些朋友了没有一个他正样的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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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贴了那么些朋友了没有一个他正样的 算了算了算了 您说这叫什么人呐 跟人家套近伙人家不理他跟人还急了 真没意思 其实我跟阿华我们才是哥们吧 大伙您别笑 我对阿华太了解了 那发球绝了 您不信没关系 我给他照一张照片 您瞧这发球 绝了 您注意这发球啊 哎 哎 哎 借这个机会 咱俩谈一谈 好 我准备采访一下呢 对不起 我现在要训练 请你把球还给我 我没拿你球 看你伞了一下好像在你这里头 不可能的 真的 不会的不会的 不会的 我看看好吗 你可以看吗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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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有幾個選擇的選擇,為什麼不? 我們是在半個開始的一段時間 我們是在半個開始的一段時間